第36题下列有关实验室中双氧水制氧的叙述何者正确 A实验时加入二氧化猛可使氧气纯度提高 这个是错的二氧化猛在这里是当作催化剂 是使我们的反应变快但无法使氧气的纯度提高 B实验装置的剂头漏斗场馆末端应在意面上是错的 老师提示过实验注意事项 剂头漏斗的场馆要没入水中尽量接近底部 以避免气体溢出所以选项B是错的 C收集氧气最适合使用向下排空气法 这个是错的因为我们氧气并不是那么容易溶于水 所以我们是用排水及气法收集 这个是实验的重点 选项株实验中若氧气的生成速率太快时 应将导管移出水面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老师上课提示过的实验注意事项 气体产生太快应将导管拔出水中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实验中若氧气的生成速率太快时 应将导管移出水面 我们下期待